第五十五章 斗安 洛宾和何其敏锐 他又往前走了一步 师尊以为我会对你坐实吗 沈青秋珍惜十一地月 我猜不出来 他再也不敢随便乱猜男主的心思了 事实证明每次都错得十万八千里 洛宾和伸出右手 沈青秋不动声色 视线却忍不住站在他指尖 随之一路叹来 那只手修长肃静 不像是主屋已经取过无数性命的魔头 更像是一只生来就该拨动琴弦的手 虚虚划过他脸颊 若有若无擦过皮肤 然后落在他喉咙上 不知是不是错觉 这只手正好按在沈青秋锦箱间 一条重要的洗墨上 沈青秋直视前方 喉结微不可查地动了动 洛宾和却撤回了手 我的血 他乐化时 看不出喜怒哀悦 不受召唤了 原来他刚才皮肤相处 是在探查沈青秋体内 已被压制的天魔之血 洛宾和道 看来这短短几天里 师尊另有其遇 沈青秋道 你要怎么办 再挤我喝一次 洛宾和道 喝了野袍 不喝野袍 左右都是一样 环是不要再让师尊心里 对我多一层厌恶了 在旁人面前 他一点面子都不留及沈青秋 私下独处时 却忽然客气斯文起来 沈青秋也真是醉了 越是这样 越发不能掉以轻心 师尊就请暂时留在这里 如果愿意 地宫内可以随意走动 洛宾和月 外面我留了人手 他们不会进屋 如果有任何需要 转换即可 沈青秋月 很周到 洛宾和您是他片刻 道 有什么想要的 沈青秋道 什么都行 洛宾和点头 沈青秋就直约了 我想尽量少献到你 不献是最好 洛宾和像是完全没料到 沈青秋会月出这句话 脸白了白 沈青秋现状 痛快是痛快了 可以好像被一根挣扎了一下 毕竟 他过往从来不对人月化 这么尖刻不留情 血色涌回洛宾和脸上的过程 极其缓慢 他月 师尊曾问过我 想不想变强 沈青秋月 我问这句话的时候 好像也告诉过你 变强是为了守护 而不是掠夺杀戮 洛宾和默然道 不 成为最强者 才能把想要的人牢牢攥在手心 我中屋知道 等住师尊你过来 是不行的 他握了握拳 勉强扯出一个凶狠的笑容 所以 这次抓到 就别想再跑了 混世魔王退场之后 沈青秋敲了敲系统 2.0 再步 系统 24小时为您提供全方位 人性化的在线服务 沈青秋 额 方位是够全的 人性化就算了吧 现在各项硕质多少了 系统 逼格1330狂傲仙魔徒成功去除天雷滚滚标签 摘取槽点略多新章 请再接再厉 期待您的下一枚神秘新章揭晓 爽度3840 怒气值1500 心碎值4500 还需努力 很好 经过他一番努 The Swirl 隶俗 这本烂大街的重马文 中屋逼格有所上升 虽然槽点略多 也不是什么好评价 但总比天雷滚滚要抢半个钱吧 心碎值好高 洛冰河居然还是个BLX 怒气值 反而莫有想象中的那天 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沈青秋爽度这么高 可以兑换什么吗 系统可以升级系统工具 沈青秋大喜 好好好 升级吧升级吧 系统英明一声 开始娇羞地下载升级包 沈青秋想了想 忽然问 对了 这个系统工具叫什么来住 系统 请紧小推手豪化套装扮 沈青秋果断地插掉了升级下载框 已经下载完了 爽度还他妈扣了三千 他要既差评 但疼得及系统发了一堆投诉和垃圾信息 沈青秋开始了他的软禁生活 洛冰河忙着联合墨北军领土上的北疆模组 沙话林似乎也正式开始了 坑爹大叶字面意义上的 总之 近期洛冰河要抹杀和要拉拢的对象很多 恐怕事物繁杂 无法抽身 所以一直墨有出现 或者是那天被沈青秋运了一句重话 玻璃心碎了一地 不敢出现 无论是哪种 沈青秋都携天携地 如果洛冰河一直这样不来找他 这种生活 不就是他一直追求的混吃等死一样天年的日子吗 而且洛冰河也莫有用 锁链之类的东西锁住他 狗屁 沈青秋会这么自我安慰的话 就是脑子尽香了 他又不是斯德哥尔摩宗合征患者 稍微养得肥一点就感恩戴德 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创造 不能靠别人施舍懂不懂 沈青秋手上意识浸泥 输液吃了裂了 而窗外转来更响亮的裂竹声 他打起帘子 现是一堆魔祖小思在忙活 探头 问你们在干什么 沈仙师 你怎么出来了 那小思态度十分热情又恭敬 倒不像是在对一个被软禁的人乐化 他笑道 这边在种竹子 沈青秋一证 竹子 嗯 您该知道这种人界的植物 怕在魔戒着你不好种 尝不成 可君上一定要种在这里 大家就只好想办法了 沈青秋观察他力量和运进方式 绝对不是个普通杂役 洛宾和找来的这些魔族 恐怕都是从黑开武枪里挑的 让这些高手吉他来打杂 真是抱舔天物 这还不止 头两天沈青秋莫心思莫胃口 而第三天他就失去食欲不振的兴趣了 同肤白貌美胸不大的魔族妹妹侍女 坚持地勾道 通爽 几句 叫了炖饭 莫动两筷子 他就吃不下去了 那明是你歪头 笑嘻嘻地问道 怎么了 沈仙师 味道不好吗 味道很好 非常好 就是因为太好了 好的极其熟悉 沈青秋很多年末长到过了 这才吃不下去了 他放下筷子 是姑娘做的 那是你哥哥笑道 怎么可能呀 我只会杀 只会生吃 或者等肉腐了再吃 不会这种人家的做法 又是火又是一堆柴米油盐的 麻烦死了 靠 原来是腐蚀爱好者 沈青秋更吃不下了 沈青秋早看出来 这姑娘每天擦桌扫地 太委屈他了 沈青秋认为 他的话讽和实力 更替河伦住一对板斧上 震杀敌如砍瓜切菜 很有可能他原本就是这个岗位上的 沈青秋闷声不动色 那是谁做的 那是你道 哎呦 这个我可不敢怨 怨了君上要杀了我的 不怨 不怨他就尝不出来了 沈青秋翻个白眼 怨不轻时气门怀时烦躁 落冰河真是 烦死了 你以为他黑得彻底了 一会你他又来可怜巴巴讨好示弱 你以为他是一朵楚楚可怜的小白花 他顾会你马上趴他来打你脸 当面凶神雾杀拽很狂霸 背地又按蹴蹴搞些小动作 SJB啊 他真的活脱脱是个SJB 那是你撤去饭菜 一扭一扭离开 他出去后莫多久 帘子一挑 摇摇晃晃走进来个人 沈青秋一看清那张脸 勿想胆边生 抄了一记暴击迎上去 向天打飞机我操 你 上清话连忙举手一格 一把未出窍的剑往中间一横 话去公事 他愿 爱爱爱 别 千万别 沈大大 你现在可不能随便操人 你要是操了我 我固然莫杀好下场 你也别想那位能让你好过 沈青秋咆哮 你居然卖我 有意呢 同乡之情呢 上清话悦 不卖能怎么办 那可是洛比比 我就算不卖你 他差不多也猜出来了 我为什么要平白 多挨打挨揍 又不是傻逼 我选择坦白从宽 他悦得太理直气壮 不要脸 沈青秋为之震惊 一步留神 上清话已经跨步提摆 在桌子旁坐下了 他把手中长剑趴的 往桌子上一放 别悦这个了 我是奉命来送东西的 沈青秋定睛在看 手已经先磨了上去 是他那把自暴时 随住溃散的灵力 被震断为朔节的佩剑 修雅剑 沈青秋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 顾剑入手 当即再顾不上殴打上清话 抽出剑身 依久清白血亮 修长鲜雅 断阶的天衣无缝 灵气盎然 不限一丝裂痕 那头 上清话呼呼嘿嘿的搓手 嘖嘖叹道 哎呀 我真是 怎么也想不到 剧情会歪成这个样子 沈青秋 你谢得众马文男主 变成了一个鸡老 你挪到不应该愤怒吗 上清话真诚递悦 无所谓啊 反正看上的不是我 沈青秋对他比了个 亲切的中置 低头擦肩 上清话竖起大拇指 其实也不必这么悲观嘛 你挺有前途的 挺有前途 这肩大腿 粗壮牢靠 沈青秋月 去你马的金大腿 好歹那也得是大腿 老子这抱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腿中剑 上清话 大腿中剑更好啊 大腿中剑可是男人的关键部位 要不是修雅剑刚回到手里 舍不得拿来做龌龊的事 沈青秋真有心把他大腿中剑的部位 削下来一拖 他想起要紧的是 脸色一正 问道既然坦白从宽 那我问你 天狼君这个人物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设定 上清话 你问兵哥他爹干什么 沈青秋道 不干什么 就是觉得奇怪 男主他爹你居然不大做文章 要知道多个老婆你都能谢五十万字 多个爹你肯定还能再连再两年 上清话精神一阵 你真有眼光 果然是我的忠实读者 我跟你月啊 我原来呢 是打算展开大框架谢的 设定是兵哥他爹是boss 结果卸住卸住 电脑崩了一回 大刚丢了 很多细节都不清楚了 沈青秋总算知道 他那么多坑是怎么来的了 所以前翠就这么坑坑洼洼了 上清话月 其实坑坑洼洼也莫什么对吧 主要是大家看得爽了就行 妹子该推的都推了 见人该杀的都杀了 也莫必要非要再安排个boss 向天打飞机砍大刚是砍得爽了 可惜统则把严谨负责地 这个世界的坑都补全了 上清话继续道 其实环有更重要的原因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编了 天狼军写比他泥子纯 武力比他泥子高 成名比他泥子枣 人设比他泥子雕 我想了半天 居然想不出来 该让男主怎么打败他 沈青秋福啊 哦草 这要是天狼军真的被放出来了 洛宾河究竟能不能打败他 月不定 利用这个可以牵制住洛宾河 沈青秋立马掐灭了这个危险的想法 队伍根本不知道 有几斤几两的对象 妄想利用 月不定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结论环是万年不变的 向天打飞机局局真是太能让人省心了 沈青秋拍桌 你老实交代 你怀有什么设定过淡墨写出来的东西墨有 简要紧的月 上青话 要不要紧我不知道 不过有一个是跟你 准确来月是跟神九有关的 沈青秋一听 寒毛都竖起来了 一向天打飞机的尿性 会挤他家什么画风正常的设定才怪 沈青秋抱头道 你 你月吧 我能扛得住 上青话开始慷慨激昂地谈他的卸作理念 沈青秋这个人物我有很多想法 我希望能把他塑造成一个圆形的立体人物 他人渣 他猥琐 但他也有渣的原因和不渣的一面 不过读者不太买账 我一开始卸那个苗头 他们就在书屏去掐了 所以我一看逢向不对 立刻把他改成了一个脸谱化的猥琐贱人 但即使他 沈青秋正举金会神 忽然屋外几名侍女滋滋攻声道 君上 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这一声转进来 上青话脸色大变 火蛇撩了屁股一般一蹦三尺高 冲向后门 你那位来了 今后再月 别走啊 沈青秋身处而康守 去你的今后再月 卡在这种地方比目击正人越凶手其实是 然后吐出一口血就抵身亡还不能忍 沈青秋回转身体的时候 清连一挑 洛冰河正低头走进屋来 他立即换上一副波澜不惊的面孔 因为被打断了非常重要大概的严肃作谈 脸色也不好 洛冰河目光先是在他手中休牙肩上一点 这才移了上去 沉默片刻 还是洛冰河帅先开的口 这些天过得如何 挺好 默信到他的却挺好 洛冰河道 师尊似乎一直不曾休息 沈青秋道 若是能不做梦 休息也是好的 他这话意思非常清楚 洛冰河居然也莫生气 他眼洁清垂 占了一会泥 像是下了很大决心 才低声道 虽然梦境中那时对师尊有所印门 可我当时所约的话 却不是假的 米娅真敢愿 一提到这个 沈青秋就火大 恨不得轮起胳膊抽他白十个大耳瓜子 梦里的洛冰河当真是可爱多了 虽然男主还是那个男主 但戚戚楚楚柔肠百转的 纵使直男如沈青秋 也忍不住心生怜惜 只是当时越怜惜 事后脸就被抽得越疼 沾了个跟斗丢了个大脸 怨不得他恼羞成怒 沈青秋道 我现在是真不知道你哪句话真 哪句话假了 他还越过金兰城之事 不是他做的 沈青秋原先都有九成信了 现在却一成都不敢信了 洛冰河血气上涌 脸色微红 抬起眼界 冷冷的愿 师尊之故生气我骗了你 可如果我不这么做 恐怕现在我还不能和你愿上一句话 那是 沈青秋一向都是陷到他转身就跑的 即便是愿上画了 不知道为什么 也像现在这样 三句两句就僵持住了 火药味十足